高盛这两天发了好几份眼包 看摔中国的银行股 准确的来说是把工、农、交行、新业、华夏 全部都降级到卖出 中行和招行为中性 买入只剩下了建行、邮储、宁波和平安银行 他们以前可是看好全部的银行股的 现在大家看这么多的卖出评级 预计工行这边还要跌16% 交行要跌36% 农行要跌28% 这不是在掀桌子吗 这一系列报告我会发到会员群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高盛看摔银行股的原因 当然有今年降息让银行的存贷差 收入少了影响利润 从而影响分红 这是一个方面 不过更重要的是 高盛认为这些银行 对于我们地方债务的暴露太高 导致了未来潜在的 很大的利润边际损失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和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地方债对于银行的影响 高盛认为不是因为地方债的暴露 不暴露或者违约 而正是因为他们不暴露 不违约所造成的利息逐渐的降低 让银行无利可图利润损失 首先高盛研究了一共是覆盖了12家银行 这些银行里面资产的61%都是地方债 总量为34万亿 其中交通和工商占比最高 高盛行和华夏相对低点 他们没有覆盖的银行也持有59万亿的地方债 不过占银行的资产只有39%低一点 另外不出意外六大银行 也就是中农工件邮政交行这些地方债 占比最高31%总共是29万亿 因为这些大行的资产比较高 所以说高盛认为政府可能会再让他们 再接纳一些地方债 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其次地方债总体每年的增长是多少 高盛预计是30万亿 也就是说20万亿是借薪还旧 然后10万亿是新发债 对于银行来说相当于是资产负债表 每年扩张10% 最后关键问题来了 地方债每年会为银行带来的边际的损失是多少 假设按照现在的地方政策 包括政府的政策 地方债是可以借薪还旧的 大家知道债务基本上要爆雷的话 包括那些大的房地产爆雷 都是不允许借薪还旧的原因 但是地方债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高盛认为地方债违约的 或者爆雷的风险是很低的 而正因为如此 每年借薪还旧的时候利息都会低一点 这样高盛预计 每年平均的利息会降30个几点 这就会很影响到银行的净利润 他预计每年会下降 大概3到10个几点左右 这就是他们不看好银行股的最重要的原因 要是在坏的情况下 地方债每年的利息如果降了60个几点 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 两年内就可以从11%左右降到1.7% 这对于银行未来的利润和分红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大家同意高盛的看法 欢迎留言和评论